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那么今天呢,很高兴又回到了这个时间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我们在事业进行中的一些小窍门,小知识 那么今天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如何获取客户的推荐 那我们说维护老客户是业务的关键 这个大家都明白 那么但是其实新客户,我们说新客户的获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也可以这么去做 那么就是通过请求已有的客户来为你做一些推荐 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这个数据的调查显示 客户推荐是首要的我们的销售来源 首要的销售来源,它是高达86% 也就是说客户推荐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大家在做这个客户推荐的时候呢 没有方向,不知道呢,我要怎么样去开始 或者说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 或者是让别人来推荐一些朋友来给我啊,或者怎么样 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我们说首先就是要获取客户的信任哈 要获取我们客户的信任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建立熟悉感 建立熟悉感 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里面哈 我们对谁会比较信任啊,周围的这些熟人 那肯定是越熟悉的人我们信任感就越足哈 就是谁说,哎呀,这个好用,哎呀,这个好吃,这个餐厅不错 怎么样呢,你就特别相信,就会跟他家走 这个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叫做什么呀,种草 就是谁呢,特别会给别人种草 然后呢,别人还特别的相信他哈 首先第一个这个就是熟悉感哈 我们说想要和客户建立这种熟悉感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多多沟通啊 比如说线下我们去见这个客户哈 就是隔三差五的见面聊一聊啊 吃吃饭喝喝咖啡哈 一回声两回手 慢慢的我们的这个熟悉感就会建立起来哈 那线上呢是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大家因为疫情都在家里啊 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跟大家见面 那么线上呢,我们要怎样 那我们肯定大家都有微信是不是啊 那有微信呢,我们经常呢 哎呀,没事,天天抱着个手机啊 刷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什么呀 看看客户,哎呀,他发了个朋友圈 他去哪玩了,他去哪吃饭了 他今天做了个什么菜 我们去点个赞,发一个正面的评论 好,那其实呢,我们一般呢 这个朋友圈呢,这个微信的朋友其实也不多啊 你不会说上到几千个 一千两千个哈 那其实呢,我发朋友圈 我自己个人哈 我发了这个朋友圈 我都希望别人给我点个赞啊 或者是评论一下 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哈 当你给这个客户点赞啊 评论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加深对你的印象 另一方面的也一定会对你产生好感啊 产生好感 那等于有一天 你会发现他也会回过来 给你点赞,给你评论 大家就慢慢的呢,开始分享生活 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话题就会越来的越多 这样子我们聊天,见面 这种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这样子说明什么呀 我们的熟悉感就建立起来了 那当有一天他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 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 我在考虑不要买一些这个保养品啊 尤其是比如说我最近肠胃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啊 第一时间肯定想到的是熟悉的人啊 如果是你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啊 这个是建立一个熟悉感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说是树立一个专家的形象啊 什么叫做专家形象 其实呢非常简单 就是你对产品了解不了解 你对这个健康的概念了解不了解 那我们说客户买东西要的就是靠谱 我们自己买东西也是这样 如果呢比如说你自己对产品不熟悉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去介绍给客户 客户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也不是很靠谱啊 那你自己卖的什么产品自己都说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呢只你如果说这个客户啊 想要了解这个产品相关的问题 如果你可以啊回答的很全面啊 非常的清晰 那么你就树立了一个什么呀 一个专家的形象啊 就是你来为产品代言啊 那么他呢以后有任何问题就可以随时找你 那他购买就很放心了 他就会觉得说你非常了解 好我问你就一定能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和一个答复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去啊 好你可能只要懂这个销售一个三百分辅就够了 但是其实呢现在呢客户呢对产品也是越来越重视 好只有非常了解的人好 这个产品的专家啊对他们才会呢啊非常的信任 好所以说一定要熟悉产品知识 那不然的话客户就会觉得说你除了吹牛皮啊 对产品的情况一问三不知 那我为什么要找你买呢 我不会愿意听你的推荐的哈 那我更不会向别人推荐你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好产品知识的一个重点哈 那我们说啊除了了解产品给客户带来的好处啊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还要了解一些产品背后的原理哈 产品的一些工艺流程 比如说咱们的产品的一个啊配方啊 配方我们的这个啊源自于我们以这个千古流传下来的这个方子哈 这些东西如果大家能够了解的更多会对我们怎么样啊更紧上添花啊 更紧上添花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说叫做客户见证哈 什么叫客户见证 其实呢就是啊自身以及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些产品使用的案例哈 我们说呢一定是会得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说啊他说哎呀这个护肤品啊 这个免霜你说啊他好用 那具体怎么好用呢 那你除了要介绍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分之外 也可以跟他分享说哎呀 我以前的一个啊照片或者以前的一个皮肤状况是怎样的 那我在使用了他之后一个月啊或者是多久之后 我现在感觉到我的皮肤状况会更好 其实这个就叫做见证哈 那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有做到这一点 只是大家可能没有联想到就觉得这是个分享 其实这个就叫做见证产品使用的这个见证案例哈 如果说你有一些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会更快的建立啊他对产品的一个啊分量哈 他在这个产品在这个客户心中的分量就会觉得比较重一些哈 那尤其是这个什么呀啊他觉得你一句话哈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效一句话顶万句哈啊就非常的有效 这个照片看上去也非常相信这个产品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叫企业背书哈 什么叫企业背书呢 其实就是说啊我们了不了解咱们无限级 其实咱们无限级是李景奇健康食品集团的成员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说哎呀我在李景奇工作 我在无限级工作 他们就是说无限级是什么 是什么公司 那我就会说哎你们家有没有李景奇的酱料啊 有肯定有我目前我还真不知道谁家没有的 对那大家就会说啊李景奇肯定知道啊这么大个集团 是不是那我就说啊 无限级就是李景奇健康食品集团的成员 那这样子大家就怎么样啊非常容易了解了 并且呢联想啊一联系到李景奇 就会呢啊就是产生一个强大的信任感 其实我们就说这本身就属于一个强大的信任背书哈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获取客户信任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放在第一步哈 也是比较详细的来讲 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客户对你的信任 他不可能给你做一个推荐的啊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跟客户产生啊这个信任 他非常信任你他才会相信他相信你 他才会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你来购买东西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要分析您的现有客户哈 那我们说怎么去从哪些方面来分析我们的现有客户哈 那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 比如说这个社交风格 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善于言谈交际的 还是他是属于研究型的 还是安静内向的啊 有些人是那种非常活跃的啊 天天就是组织活动的这些人 我们叫活跃的组织者哈 那还有这种很亲切热心的这种大姐姐型的人哈 那这些都是大家很不同的一些社交风格 但是啊很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活跃的组织者哈 亲切热心型的或者是善于言谈交际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会更啊会再推荐或者是会去推荐给别人这一方面 嗯他们的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得分就会更高哈 更正面一点 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些个人资料 比如说一些工作啊兴趣爱好啊年龄学历等等啊 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信任 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那么这个熟悉感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兴趣爱好啊 通过他平常的工作啊之类的 我们跟他们去拉近距离哈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业务状况就是他使用咱们无线级产品的使用时间啊 他加入无线级已经一年了 他每个月都有啊购买我们的就是不停的在购买我们的产品啊 他对产品的使用频率他都购买了哪些产品他正在使用哪些产品以及他使用的这些产品的使用效果 好使用效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现状分析哈 他是否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他是否对我们无线级的事业有兴趣 那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那我们说其实客户分析不是一个静态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呃死的 他需要定期的去分析和维护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他会随着他的呃业务的变化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个人生活的变化 他客户本身会发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由于可能由于公司的一些业务调整 有一些原本没有兴趣的客户他可能突然产生了兴趣啊 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促销活动 那么可能呢原本呢这个客户他仅仅只是使用我们的健康产品 这也从来没有试过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啊 但是因为呢我们最近有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促销活动 啊他突然有兴趣了 他想说趁着这个促销活动呢 采购一下我们的这个护肤品来尝试一下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叫做原本没有兴趣的客户 他因此产生了兴趣 所以这个客户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啊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更新调整 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这几项里面啊 如果每一项的分析他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 好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的业务的促进者 他最有可能为您提供推荐 或者说是他可能自己非常想加入这个行业 做这个事业啊自己开发自己的小组事业 所以说客户啊分析线有客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那么下面呢就是啊到了大家非常关心呢 就是哎呀我那我如何推荐好 那我们说呢最最最最直接的有三个方法好 第一个我们叫做分享好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说可以呢 你可以固定的啊分析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产品的分享 好事业分享等等 比如说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啊有很多伙伴每天好 我们建议很多伙伴呢每天都可以呢 在社交媒体上啊大家常用的比如说像朋友圈里面 来做一些产品的分享生活的分享 那么这一这一类的分享其实呢啊我们啊也会给到大家一些案例 好如果有兴趣的啊朋友呢也是可以联系我们好可以联系我们 啊我们可以每天呢将这个分享案例发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个分享 那么第二个呢推广那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下一对一啊去介绍给周围的朋友啊 介绍产品介绍事业啊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推广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ABC法则我们也叫做借力实力的法则 那我们都知道成功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借力啊 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啊啊能够善用这个ABC的法则 啊ABC的法则呢我们在啊之前的课程啊也有去详细的讲 那么包括之后的课程呢我们也会再去回顾的啊再去回顾呢 那简单来说呢这一个就是我们说啊我推荐想推荐一个朋友进来 但是可能我不是非常的熟悉我们的产品也不是非常熟悉咱们的啊公司和事业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呢叫上啊我的这个指导老师来啊帮我一起啊去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我在这中间呢就会作为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使啊我的指导老师和我想要推荐的客户两者达成一个充分的沟通 好我们帮助啊我的这个客户呢啊达到他的一个需求啊达到他的一个需求 那么借助的是A的这个力量啊那在这里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接力实力的ABC法则 那么啊关注我们的课程我们在之后还会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么同时呢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推荐啊如何来让客户给咱们推荐 新的客户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啊几点建议啊几点建议 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不要期望立竿见影的结果 那么客户推荐啊是发展咱们业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是呢推荐是一种啊我们叫做滚雪球的一个策略啊 而不是一个爆炸性的策略那滚雪球大家都知道 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才能把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好越滚越大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些耐心我们不要去期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然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失落好所以呢希望大家能明白 它是一个滚雪球的策略好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让它越滚越大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首先要建立这个客户价值 然后呢再去询问他这个呢其实呃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你要让客户呢建立这个信任的熟悉感 然后再去询问他你有没有啊其他的朋友可以推荐过来 再来做这个推荐的动作好再来做这个推荐的动作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去询问他们 你最喜欢哪款公司的产品啊 以确保这个客客户他是认可咱们产品认可咱们公司的 那么呢他就有可能有这个几率好有这个可能来去啊 推荐给他的朋友或者把他的朋友推荐给你对吧 那么第四点第四点不要像陌生电话推销那样 对待客户转介绍啊客户是信任你才把他的朋友 介绍给你的啊我们不要像陌生电话推销那样 一上来就非常的直白就啊你有什么需要 你想买什么产品他可能对这些东西都一无所知 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开始先建立关系啊 先建立关系啊让对方放轻松放轻松 因为他对你可能不是很了解他只是通过他的朋友知道说哎 你在做健康产品啊我最近正好有这个需求 所以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啊去让对方放松 然后呢慢慢的引入我们的这个啊事业啊 引入我们的这个需求啊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呢 为客户推荐一些提供一些激励比如说啊他都已经推给他推荐了一个朋友给你对吧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请他吃顿饭是吧或者请他喝杯咖啡请他喝杯奶茶对吧 我们建议呢大家这样子可以更好的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推荐对吧 适时的适当的来提供一些激励哈 那么第六点呢就是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要求啊 比如说呢哎你有没有朋友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哈啊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那么这样子就是获得了朋友的一个目前现有客户的一个推荐 你要有朋友有一样健康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啊对吧啊我们拉一个群啊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啊 大家最近都有一些哪些问题或者说是不是比如说哎呀我最近肠胃不舒服 我有个朋友也是哎那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吧啊第七点就是培养推荐的心态 如果你想获得客户的推荐就应该要告诉客户如何去推荐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推荐的心态啊 那我们可以他这个通过是可以帮助您的联系人啊熟人啊去发展业务 其实这是一种呃等于说回馈吧可以主动的去帮你推荐一些新的客户啊 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推荐那么第八点呢就是我们要与客户保持联系 这个呢其实大家都做的很棒啊那一定要跟进跟进我们的客户啊 跟进跟进再跟进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与他们要保持联系 这样呢我们不要断了联系断了联系呢他们即使有合适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要推荐给谁或者说一旦断了联系 可能你们之间的信任感呢也会随之的慢慢消失啊 也会随之慢慢消失所以呢一定要和我们的客户保持好联系 那么第九呢就是分享他们的工作 其实这一点呢呃我个人是觉得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哈 就比如说今天呢你的一个朋友哎他跟你说哎呀我今天呃我服用了咱们的这个健康食品之后啊 这一个月我感觉呢真的这个情况呢缓解了很多 肠胃也舒服了免疫力也上升了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精气神都不太一样了对吧 那么其实他跟你做的这种分享呢我们也可以呢去分享出去对不对啊 我们得到了他的同意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呀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啊产品使用见证对不对 产品使用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哈 这样呢也能让他们知道分享怎么样去做哈 怎么样去做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专注于一个最牢固的一个关系啊 我们说应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重点哈 集中在我们一个非常牢固的关系上也就是说之前与你合作过的客户 并且呢啊他成功的解决了他的一些健康问题 或者是呢他非常他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公司 包括对您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那么这些呢我们叫做相对是最牢固的一个关系 我们肯定是从最牢固的关系开始的也就是前面还是回到前面提到了 就是要建立信任感好建立信任感所以呢我专注于最牢固的关系啊 专注于最牢固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给到大家的几点建议 给到大家的几点建议 那么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我们说一个满意的现有客户 等于增加八个潜在客户而一个不满意的现有客户 我们至少是要减少25个潜在客户的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啊 和现有客户保持联系建立信任感 建立信任感建立熟悉感 他作为一个满足的现有客户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我们潜在客户的数量啊 增加我们潜在客户的数量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那么今天呢分享呢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么之后啊我们还会有陆陆续续有啊各种各样的培训的内容 好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啊Facebook 关注我们的YouTube啊 我们会持续的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